车辆转弯时后轮的轨迹和前轮不一样 后轮会往内侧偏移而形成致命的内轮差区域 车辆轴距越长内轮差区域就越大 用路人容易前轮轨迹判断自己没有威胁 殊不知自己也先入内轮差的范围内而遭后轮碾压 用路人遇到大型车转弯时 一定要与大型车保持安全间隔 让大型车先行一侧安全 感谢观看